七七來 哪來 哇 最無人家來友好 他們常常安慰我 反而安慰我說 二姐沒關係 你只要把身體養好 才宣布復出 江蕙泡震撼彈 證實李愛化療 多次生死交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真的 我聽到這些掌聲 代表說大家都沒有忘 非常感動 封邁九年的二姐江蕙 才剛宣布國慶晚會 復出現場 沒想到今拋出離來震撼彈 其實去年現身張青芳演唱會時 二姐嗓子有些沙啞 我居然請得到他了 江蕙退休 退什麼休退而不休 你要不要唱兩句 七七來 哪來 哇 最無人家來友好 剛過63歲生日的二姐 在公開信坦言 2015年祝福演唱會的前戲 身體出現極大的變化 不想一想團隊也怕歌迷擔心 於是自行吃藥控制 最初以為休息就會好轉 沒想到身體狀況並不如預期 最終還是做了化驗檢查 開造極反復化療 多次面臨生死交關 肺酸塞 大出血接連而來 就連嗓音都受到波及 二姐以樂觀戰勝一切 決定從事麥克風展上舞台 為喜愛我的歌迷而唱 也為自己而唱 她向粉絲喊話 我是健康的江蕙 也是帶著樂觀正向回來的江蕙 加油 快點 是最棒